你这身上穿的什么 谁准许你在这工作了 赶紧给我拖下来 妈 我让她穿的 不是 你想气死我呀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再跟她来往了 你怎么听不进去啊 她要不是为了帮我 也不会委屈地待在这儿啊 帮你 他是居心不良 他就是想拆散你和许墨尘 对 许墨尘是帮咱们家 还了五百万 可你不能因为这个 就让我嫁给他吧 五百万我会还的 你拿什么还呢 就这个小店 一天才能赚几个钱呢 你累死累活 一辈子你也还不起 我告诉你 咱们欠人家的不只是钱 还有那份情 那你也不能让我以臣相许吧 我认定的事情 谁也改变不了 那五百万不是许墨尘 是丁文孝替你们还的 丁总 以后啊 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 安心住下来 有什么需求你尽管说 好 谢谢您 阿姨 你快别谢我了 你说我以前都误会你了 我还以为 以为是许墨尘替咱们家 还了五百万 所以就认定人家是准女婿 非要把我嫁给他 还硬说丁总要拆散我跟许墨尘 好了 现在知道五百万 是丁总还的了 那你的准女婿是不是要换人了呀 那我们现在想一下 如果把最古老的游戏 换成用VR体现出来 告诉我什么感觉 我明白了 你是想把我姐的设计当成纸衣服 而消费者就是纸娃娃 可以任意搭配 然后 消费者在网上完成 再下单交由我们制作 但前提是必须在网络上 完成游戏的部分 再交由聂斯奇进行宣传 最后下单到我们这里 这是个好办法 可资金部分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找好了投资方 那好 我立刻召集人马 越快越好 知道了 我连夜加班 一定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对了 眼下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确认 什么事情 已消失光年 注册商标 牟总监 我们又见面了 上次的合作不成功 我非常遗憾 所以希望这一次 我们能合作愉快 阿莉娜 客套的话就免了 直接进入主题吧 相信牟总监也清楚 迪埃想要进军国际市场 需要的不仅仅是设计 宣传跟造势都非常地重要 而我们路斯在国际市场上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所以我想由我来当海外总代理 牟总监应该不会反对吧 我不反对 但我不希望再有路斯 抄袭我设计的事件发生 灵山 关于这一点 你不用担心 我相信阿莉娜 一定会严加保密的 如果没有问题 我希望能跟牟总监 留个联络方式 没问题 好 吴肖 谢谢你 搞定 资金到位 准备动工 你为什么会突然想到 这个计划呢 并不是突然呢 是我这段时间在消逝光年 你给我的启发 那为什么我就没想到呢 因为你蠢 没有啦 因为你不懂得何为资源整合 然后你也不明白聚杀成塔 现在明白了 行吧 那你就做好你擅长的 把你不明白的交给我 只要你相信我就行 信 相信你 今天是消逝光年的转折点 咱们应该庆祝一下 走 路边摊 走 别路边摊了 我都做好饭了 谢谢阿姨 颜东呢 这小子没来啊 臭小子 着门交代他来找你的 他居然不来 回去好好骂他 颜东来过了吗 来过了 对 阿姨 颜东现在已经是我们行列的一员了 哦 那 那我呢 您 您现在可是我们最大的股东 真的 那就是说 我有话语权啦 当然了嘛 哦 准备开饭 王董 当初你投资DI 你是看到DI有什么前景 但是DI上季的新品发布 因为决策错误 而导致公司的严重损失 这还没缓过劲儿来 又要进军国际市场 这是不是有点儿太着急了 不瞒你说 我也人为不同 但光凭我个人的能力 根本就无法左右DI的决策 既然你我都姓王 那 我有个提议 是你我都可以共赢的 不知道 你接受不接受 你已经说 只要能赚的买卖 我都接受 你也知道 现在雨薇在扩大版图 雨薇近年来的业绩 你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有意并购DI 却遭到了许莫辰的拒绝 现在 我愿意以我的股份 来和你在DI的股份进行置换 并且 以你在DI投资股份的二分之一 来作为补偿 等并购成功 雨薇一上市 那我相信 雨薇的市值不知道 要翻多少 当然 你也可以不接受 但是我相信 以我这个条件 还是有很多人 愿意接受的 好 我愿意 欢迎加入 大公 慕尘 今天谢谢你 不请我去你家搜索 今天 不行 改天吧 我不勉强你 改天就改天 明早来接你 灵珊 你什么时候 才能真正地接受我 彻底放下丁文啸 从来没有像今天过得这么充实过 那是因为我妈烧了一手好菜 你吃太多了 我说的是心理不是肚子 心理 以前在迪爱的时候 那么多事都不充实 现在没什么事反而充实了 以前在迪爱的时候 只是完成我父亲的目标 跟我没什么关系 就算完成了迪爱的上市 我始终有一天也会离开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在为我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明白吗 人都是往上走的 谁想往下滑啊 丁总 你是不是受到什么打击 脑子嗅住了 钱呢 始终买不来生命 也买不来感情 物质始终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可是感情不一样 就算是片刻的回忆 也永远属于自己 严夏 真的要谢谢你 把我带来萧氏光年 让我能够重视自己 找到目标 不客气 不客气 也谢谢你帮我坚守萧氏光年 我现在对丁文啸的印象 那真是彻底大改观吗 你现在才发现 是不是迟钝了点 那之前还不是因为站在 保护你跟严夏的立场上 所以我才 就 无地方使 那叫无地方使 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当然不一样了 一个这一个这 这实地不同 停停停 说这事 你觉得 严夏和丁文啸 有希望吗 感情这个事 很难说呀 丁总 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不太明白 你一开始 就认为我是剽窃者 可是后来又选择相信我 为什么 这个 因为 我是偷窥狂 就算你想偷窥 你也没有时间啊 你每天在DI上班 你哪有时间随时看着我啊 我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啊 你知不知道有种东西 叫做远程监控 难道你的萧世光年装了监控 那要不然你以为是谁 送你去的医院啊 爸 爹 都不想 你不愿意 像你只存在 不愿意 我 又能不能 我不愿意 这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愿意 我又是怎么知道你在为模特的事担心的 终于完成了 终于可以打板剪裁了 忘记给丁温小梁尺寸了 喂 忘记梁尺寸了吧 是忘了梁尺寸 你 你怎么知道的 你该不 你该不会在我家州的监控吧 你想太多了 这是常理推断 我是你的模特 没有我的尺寸你怎么写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可是你也太为不先知了吧 行了 少废话了 我一会儿把尺寸发给你 别啊 你发过来的尺寸不准 我要的是精准 这样吧 你来一趟店铺 我去你那儿 你不怕你妈又 我说你坏话你也听到了 那不然呢 好 你个丁温小居然监视我 然后我又怎么会知道 是许墨尘陷害的你 你的意思是说我要感谢你 偷窥的事情呢 我已经跟你坦白了 至于你要感谢他还是责怪他 你自己决定 我 拜拜 明天见 丁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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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这边已经完成和低哀的股份置换 下面 就看 你这边的结果 放心吧 王总 我一定会让许墨尘 措手不及 合作愉快 牧总监 样衣已经准备好 可以请模特试穿了 好 通知许先生 是 牧总监 好 许先生 样衣已经可以试穿了 麻烦去一趟工作房 好 你先去 一会儿见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喂 艾琳娜 牧总监 你有空吗 我有事情想和你商量 半个小时后好实践 可以吗 没问题 尽心得怎么样 还算顺利 只是我姐提供的设计稿的数量不够多 如果能够再多一点 效果会更好 你还需要多少 一百张左右吧 行 这个我来跟你姐商量 好 那我先回去了 还有些编程没有完成 谢谢你啊 颜东 我走了 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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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夏 灵感 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设计稿 给颜东 还不够啊 我没有灵感了 那么 要不要借鉴别的设计 你不是最讨厌抄袭吗 但是我们现在完成的 只是游戏的部分 还没有到宣传和真正推广 消失光年 那也不行 凡是跟抄袭沾上边的 我就不愿意 那好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也不强迫你 那你先告诉我 完成一百张设计稿需要多久 一百张 我现在没有灵感 一个月能画出十张 已经是我的极限 哪来的一百张 那怎么办 那现在颜东那边游戏 根本往前推进不了 眼下 你再想想办法 商机最重要的就是时间 如果我们不紧快 别人很可能会抢现一步 早知道这么麻烦 我就不接了嘛 颜下 你不能遇到一点困难 你就退缩 你不是想把消失光年的手工艺 发扬光大 站在世界的舞台吗 现在刚刚遇到了一点困难 你就这样 你想让消失光年永远 待在黑暗中 那我就是没有灵感吗 你逼我也没有用 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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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孩子 你们俩吵架了 没有 我们是因为工作上的事 起了争执 你别生气啊 眼下这孩子 脾气他就是有点轴 我回去好好说他 阿姨 您可千万别说他 这事都赖我 要是不是我的话 我这嘴 阿姨 你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我自己的女儿我清楚 错一定在他 别护着他 阿姨 我真没护着他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阿姨 您可千万别责怪眼下 气死我了 这么生气 肯定是定文笑惹事对吧 你怎么知道 能不知道吗 连我这么迟钝的人都看出来了 要真是定文笑惹的你 我去替你出气 算我一个 是女人就插嘴 不是就一边呆着去 我也是团队中的一员 我为什么不能插嘴啊 女人 他说 VR游戏的设计图不够 让我再画一百张 我说我没有灵感不可能 你们猜猜怎么说 他说让你寄件 其他设计师的设计 对 女人 于是 你就说 不想跟嫖妾站上边 女人 你别说话 你们两个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再听 我 我也只是抱怨了一下 早知道这么麻烦 我就不做干嘛呀这是 然后他就说什么 你没有真正想 基于传统公益 没有想真正站上国际舞台是吧 对 怎么遇到了困难 就后悔 推翻了之前的一句努力 停 你们两个不会跟丁文啸一样 也在坚守吧 这不是重点 现在重点是 严夏不干了 这个团队不就要解散了吗 严夏 丁文啸说的没有错 他只是让你借剑修改 那只是游戏的部分 但是关于私人定制这一块 他肯定不干这点 我敢保证 你 你什么时候 跟丁文啸统一站线 就刚才啊 那换你你选哪一边吗 我当然 站在丁文啸那边 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病啊 严夏 游戏 他只是虚拟世界里的场景 他不是真的存在的吗 对呀 丁文啸说的多清楚啊 肖世光连私人定制计划 都由 严夏设设计之所 绝无他人 设计介入 丁文啸他要的 只是一个专属于你 丁文啸的品牌 这个专属牧总监的信牧 应该是许先生鼎力支持的吧 怎么 阿联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牧总监 觉得有问题的应该是你 不是我 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 这是我们公司之前 斗篷设计的原稿 你觉得我跟你之间的见面 是偶然还是刻意的安排呢 你好 我是露死的亚洲区域代表 剽窃我设计的公司 我们没有剽窃 可能是公司的设计理念 跟牧总监比较相似 你和丙薇之间的合作 一定也是通过他吧 这位是雨薇集团的王总 王总呢 想在旗下建了一个 新的独立品牌工作室 全力为你打造 属于你慕灵山的个人品牌 但唯一的条件就是 打败迪埃下一季的新品 相信你也不太清楚 丁总和现在迪埃的关系 我相信他 也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牧总监 我相信你现在应该需要时间去修化 那我就不打扰了 提醒他 隐形已经点燃 就等爆点了 晚事后 交由我来收拾餐具 那就有劳王总了 你客气了 咱们还得长期合作呢 行 那改日再聊 徐墨尘 看你怎么解释 这次灵山的设计 我非常满意 一定可以进军国际市场 蔡宁 你攻来也不小 徐先生 莫总监好 我们大家一起跟着沾光啊 我现在马上告诉灵山 我在试穿样衣的时候 发现了一点小问题 我可不想搞砸 我们才华横一的美女设计师 精心打造的时装秀 所以呢 我找到了补救的最好办法 什么意思啊 场人改喽 衣服还在修改 别担心 在我出场之前 衣服一定会出现 但是我相信 两位也看到当时 他们的反应了吧 当时台下可是做着很多 顶级时尚杂志主编 还有权威的时尚评论家 你什么意思啊 徐墨尘 你知不知道你的特立独行 差点毁了我的时装秀 而且现在设计稿也容易被抄袭 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 我并不觉得过分啊 我倒觉得那些点缀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不可能 迪爱不可能再去招聘新的设计师 文顺作为总裁 上社的责任全能压在她的肩上 但是迪爱的销售业绩 始终达不到上市的标准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 看来文顺还是没有跟你说实话 你自认为自己的设计 完美地无可挑剔 但市场上的接触度 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 文顺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才勉强制整住迪爱 如果你想帮助文顺还有迪爱 就应该接受新的设计师 帮助迪爱完成上市的计划 如果是我设计方面 出了问题的话 我可以改 改到商家满意为止 根本没必要请新的设计师 一个专门以剽窃他人设计为生的人 根本没有资格成为设计师 我不想整个迪爱 会在一颗老鼠尺上 我不否认你的设计 很时尚也很前卫 可是近两年来 随着市场消费观念的改变 迫使我不得不做出改变 现在离迪爱上市还有两个季度 如果完成不了业绩 就辜负了我爸的嘱托 当时我让严夏进公司 是为了帮文顺 解决迪爱上市的危机 也是为了刺激你突破瓶颈 如果你能独立帮助文顺 解决上市问题 让严夏离开迪爱 我也不反对 但是你必须拿出实力 让他们知道你的设计 和市场的接受度 这样 我相信 股东们一定会答应 你提出的所有要求 在座的各位 一直对我们设计部 还有丁总产生质疑 这次的设计稿 大家全部参与 共同来承担DI上市的命运 我的一些设计 竟由新设计师 严夏改良后 达到了上级的标准 这反而让丁总 对我的设计产生了质疑 所以 我想跟严夏来场设计比赛 谁输了这次比赛 谁就离开DI 要解决设计外泄的风波 再度达成和LM合作 有什么方法 将之前的设计全部删除 重新设计 发布会已经迫在美琪 那文啸为什么 把设计部的工作停止了 你有想过吗 说不定啊 丁文啸已经找好了 替代你的人了 不可能 跟LM合作 是因为LM欣赏我的设计 我问你 LM最看重的是什么 公 公义的品质 这不正是严夏的强项吗 明珊 这次如果不是你的设计外泄 我也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够了 你别再满嘴谎言了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严夏 你离开DI 是会给DI造成重创 但是如果严夏的设计 发表成功的话 你所做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这是你认为 最不可能发生的事 却发生了 只有失去了 才知道拥有的珍贵 丁总 我莫灵珊 今天正式辞去DI设计总监一职 你能用大战拥凌的 参与我们伟 alluded to 你现在没有玩的 募告 陪伦 上这一种 乓一层 也是最有把握的办法 在上这一群伟心里 这牙的像是 我会觉得 我可不可 我可以 这一群伟 你只会 但你别忘了 你是怎么摔下舞台的 迪爱的发布会 不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吗 我们怎么可能赶得及 当然来得及啊 迪爱现在没有模特 就算有了样衣 尺寸大小也不同 还需要反攻的 莫臣 你辞去迪爱的职位了 不只是我 连同整个莫特团队 对 阎下的设计 是由你从迪爱取出来的吗 是 许先生交代给我的 那我走后 许莫臣是怎么说的 当时我准备办理辞职 许先生告诉我说 如果不想让您 重新回到迪爱 就需要我的帮忙 等我拿到 阎下的设计稿之后 就办理离职 对 恭喜你啊 首发就如此成功 接下来 就看迪爱和言下怎么失败 这一切 就像筹谋多年的计划 这个计划 就是为了你夺回 丁文笑儿准备的 是吗 可我怎么看都不像 凌珊 我至始至终 都没有对你变过 变的人是丁文笑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不要让你受到伤害 凌珊 凌珊在忙什么 怎么不接电话 见到他 我该怎么说啊 丁文笑儿 你真是太冲动 太冲动了 我不该说那些话 去刺激言下 丁文笑儿啊 丁文笑儿 你也该改改你的脾气了 还是等明天丁总消气了再说吧 你因为你积极了 她也不怕 他就不怕 那你觉得那是正本的 我以后 我是个当代的 丁文笑儿 有没有啊 你不怕 我那是首相 你不怕 我只不怕 你不怕 你在二手 我病了 不要 你不怕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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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想再去纠结谁对谁错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我眼中只有敌爱 忽略了你的情感 也忽略了你的感受 造成今天的结果 都是因为我 但是我并不后悔 可是我后悔 我后悔 被许某尘利用了 我后悔我所做的一切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啊 他所做的这一切 只是拿回属于他的东西 我并不怪他 可是我为了拿回属于我的感情 却因为他的阴谋 把你推向了深渊 我不会原谅他的 灵珊 许某尘之所以会利用你 完全是因为我 爸 你到底跟灵珊说什么了 灵珊啊 在我心里 你不仅仅是我们公司的 首席设计师 还是我未来儿媳妇的 最佳人选 只要你给他诱饵 他就会死心塌地地追随你 唯有这样 才能保住你迪爱的位置 可是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利益 去伤害任何人 背负迪爱的责任 你必须这样 我知道 你的考量自然有你的道理 但是别因为保炎夏 伤害了灵珊 莫辰 说实话你对灵珊 千万不要给我机会 我肯定会强 丁文笑 你知不知道灵珊为了等你 在大马路上占了一夜 她就算自己生病 也不想放弃这次比赛 这个女人愿意为你受尽任何委屈 而你呢 你有担心过她吗 还是在你心里 迪爱的上市比灵珊更重要 迪爱如果真的上市了 你会和我结婚吗 灵珊 回答我 会 还是不会 迪爱可是我父亲的原创 如果我是剽怯者 那么你们就是掠夺者 徐某尘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从个人经营变成集团 是商业的经营模式 也是由你父亲许可的 你凭什么说这是掠夺 成为集团以后 我父亲就失去了主导权 全公司都要听你父亲的指挥 这不是巧取豪夺吗 那也是为了迪爱的长期发展 再者说了 不管以后迪爱的发展有多大 永远都少不了你父亲的那一份股权 丁文笑 别跟我抬商场上那一套 我要的是感受 感受 对企业管理毫无意义 我要完成的 是我父亲交给我的一切 也包含和灵珊的会约吗 这跟你有关吗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和灵珊保持着距离 不就是要逃避你父亲直听的婚姻吗 再你也 只有迪爱根本就没有灵珊 你只是利用他完成你的计划而已 这是我父亲安排的 我没得选 如果你不爱灵珊的话 那么麻烦请你离他远一点 我不想他再受到任何伤害 因为我是阻隔你们两个之间的一堵墙 他对你的情感胜过我 这你我都很清楚 是我和我父亲造就了他的恨 那你对我的感情呢 我不想在你痛苦的时候 说出伤害你的话 只要你没有勇气开口 我就永远不会改变我的选择 灵珊 就算我没说 你也一定明白 只是你我都不想承认 我讨厌下雨天 讨厌你说谎的脸 讨厌你给他的流言 游走在暧昧的边缘 可对我你只会敷衍 我们之间就像旋转木马 是追逐 是等你 是无法触及的距离 坚强守着自己最后的一生 也讨厌下雨天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丁总是为了咱们家好 不应该跟他生气 温孝没生气啊 我也没生气 你为什么不生气啊 温孝那孩子那么护着你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你是说他没生我的气啊 要不然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你 这是实话 丁下 你年纪也不小了 你那小孩子脾气 你得克制一点 知道了妈 我明天就跟他们道歉 这还差不多 唐总 我们的设计稿已经完成了 如果牧总监确定没问题 我就可以把设计稿发给你了 好 谢谢 喂 蔡宁 来我办公室一趟 是 牧总监 牧总监 你脸色好差啊 我不断ロ啊 这哈哈哈 没有人吃了 还被状态 saturated 2 4 啊 葱